孔子平常非常孝心注意的是 齋、齋、齐三件事情 古代这个齐国的齐 跟吃齋念佛的这个齋 齐和齋是一个意思 清兴寡欲为之齋 古人在举行国家大典或祭天地祖宗的时候 便要齋戒 所谓齋戒慕欲就是清兴寡欲 并不像现在的人称吃素为吃齋 这个错误在习惯上已用了一千多年 不必改它了 古代的齋是内心的修养 要看重气质的变化 在礼记中变化气质第一步功夫就是要摘心 无不敬言若思 现代的词汇就是心理的净化 所以孔子对摘是最谨慎最小心的 其次是战争 我们讲军事哲学思想史 经常也引用到孔子的话 他不是不懂军事 而是对军事哲学的理论很高明 只是平常不轻坦战争 第三是急 是指卫生保健的事 这是养生之道 他非常注意自己身体健康 所以摘、战、急是他特别小心的事 孔子生活习惯的事 为什么记载在这里 前面说过 这一篇等于是第一篇学尔的解释和发挥 这一篇学尔的解释和发挥 这一篇学尔的解释和发挥